请大家维持资讯 在民进党立委护送下 行政院长苏正昌 好不容易走上发言台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一度整个人爬上来 被网美会一掌拍下去 还没完 现在要进行施政报告 国民党立委赖事宝 拿起宝特瓶一阵乱洒 陈以兴往上一跳 真正的攻击在另一边 国民党立委正立稳一个剑步 手上整桶猪内脏 全灌到发言台 现场一阵尖叫 王美会林一锦 手挥啊挥 把猪内脏往下推 在苏贞昌左手边的林楚英 把雨衣撑开 一秒遍雨伞 后方的邱太元努力伸长手 用手板挡在苏贞昌头上 但陈以兴等国民党立委们 甚至把地上的猪内脏捡起来 继续丢 吕贵敏一度抓起地上的猪心就要砸 被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及时制止 苏贞昌身边部署重兵 除了最内圈 王美会林楚英 林一锦 邱太元肉身防护 第二圈审发会中嘉宾赖瑞龙等人 死守发言台周遭 不让国民党立委太靠近 第三圈 郑日鹏郭国文邱志伟 甚至总招柯建明也杀到第一线 一度被国民党推挤 踩到猪内脏 一阵打滑 在混乱中 苏贞昌用最短时间完成施政报告 讲完不忘鞠躬 从早上10点19分开始 3分55秒的施政报告 创下史上最短记录 也已经创下政党轮替后 史上最晚上台 杯葛最久的记录 连行政院都已公布 美珠进口五大把关机制 国民党依然要把杯葛闹剧 严好严满 国党已经一个没有大脑的政党 只懂得帮派话 只懂得一二传话 历经三个月 议事停摆 蓝营的杯葛奇招 也写下问证记录 最不堪的一页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